暗夜中火事來得突然 睡夢中只有65歲的女主人逃出來 家裡的交測快三台了 他全身45% 燒烫傷趕緊送醫 在睡覺啊 起來火已經很大了 你是躲起來的 消防人員很快控制火事 進入火場 在二樓房間發現三具遺體 我是台灣的黃英發老師 死者黃英發是一名命理師 常受邀到大陸授課 另外兩名死者是他的兒子和女友 兩人交往多年 一起經營網拍服飾 又結婚的共識 原本女兒還跟媽媽約好 過年後忙完就要回家 但接到的是這樣的壞消息 慈濟志工也立刻趕到現場關心 了解家屬需要 初步勘察 期貨點在一樓 研判是屋齡超過40年 電線沒有更換 太過老舊 才會引發電線走火 大愛新聞 江南軍國際中 台中報導 電線無紀租 電線開通 電線 問